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这期我们继续聊一下中国南兰 中国南兰在亚洲杯的报名日期截止日期是11号 那么在这个11号之前,中国南兰就要上报给亚兰联所有12名的参赛名单 虽然我们这次出征的一共有19名球员 但是最终能够进入名单的也只有12人 那么有一个人是这12人中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周琪 我们从在墨尔本进行的四场世界杯预选赛来看 周琪已经成长为目前中国南兰的绝对核心 如果亚洲杯上没有周琪,想一想中国南兰能够走多远 现在中国南兰没有人能够替代周琪 而相反在其他位置分线还有后卫线上 有很多人都可以相互来替代 但是在内线,王哲林也替代不了周琪的作用 范子明更替代不了 所以杜峰知道很有可能给周琪在11号要报名 周琪肯定要从墨尔本直接前往亚加达 按照计划呢,周琪应该在13,14号就可以转阴 然后就可以顺利参加接下来的比赛 即使周琪不打小组赛的比赛 那么在第二阶段淘汰赛的时候 周琪肯定要上场 如果没有周琪,这只中国南兰就不要想在亚洲杯上夺冠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王哲林替代不了周琪 王哲林的防守能力有待商榷 虽然他进攻技场还是可以 还有范子明也是新兵担子 出登国际赛场 国际比赛经验相当匮乏 所以这两个人只能作为周琪的最合适的替补 而不能扛起中国南兰内线的重任 所以周琪肯定会在12人名单之内 那么杜丰知道其实已经做好了在小组赛不启用周琪的准备 但是在淘汰赛,如果面对澳大利亚的话 周琪必须要上场 这是现实 所以呢,小组赛,中国南兰很有可能 就是11人作战,而不是12人 大家都在等待周琪的痊愈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希望周琪能够在澳大利亚安心的治疗 相信他的体质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下期再见吧,拜拜